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多謝謀法局的邀請和萬里機構的聯絡籌備策劃 能夠做到今次的講座 這個講座只不然在表面上 目的就是買書 推銷新書 今天有份獎品獎給大家 只有101份 待會我會問問題 不是舉手的 這裡不是歡樂均笑的 歡樂坑 有問題或者有個動作想大家做 體育堂 或者有個動作想大家做 這裡就要去多謝贊助 雙Jaybird X3的Wireless Sports Headphones 價值1369元 我最初以為是百多元 一三六九 小數怎麼放在後面 一千多元我真的沒用過 好了 多謝贊助商 好 來了 我希望可以45分鐘之內搞定 然後跟大家去拍照 才坐在這裡 老人家就需要坐下站下 今天就很高興 高興就好像跟大家 好像老朋友見面一樣 有些說是來過的 還指明說 上次就坐在哪裡 做一下 也不用做一下 大家都好像40歲以上 有沒有那些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二十幾歲的舉手 大家爭著離舉 這些問題 即使有民意根據 也是不真實的民意根據 那不要太不問了 那麼 我沒試過去講一下體育堂 或者運動的事情 這個應該是第一次的 所以我應該是挺認真地來講的 我已經有貓子了 那麼我會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我想說一下 我現在運動的習慣 你這個人去寫運動書 體育書 那你有沒有做運動的 是不是 第二部分想說一下運動的樂趣 那些時候 究竟是讀什麼 經常說 你是真的還是假的 你是體育老師 還是你是個角色 現在社會真真假 當然也很難分 是不是 我真的是體育老師 我是沒有教體育的 我的體育牌也還在 除非你要看我的體育牌 是不是 我今天沒有帶 那究竟體育堂是體育讀什麼 是不是就是玩一下 應該都挺過癮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運動的結構 這個比較深一點 其實是比較深一點的 教大家做一些動作 如果做得好就真的有這個禮物了 運動對香港人的意義 很沉重 一加了香港人 現在什麼都沉重 你覺得是不是 運動的意義就算了 運動對香港人的意義 你看多沉重 是不是 魚蛋對我們有什麼意義呢 魚蛋對香港人的意義 我才是吃過一顆魚蛋 不是其他什麼運動活動 OK 現在說話真的很小心 是不是 一個人的集會 不是 多一個人的集會 已經是什麼 是一個社團 這裡是幾十個社團 有嬰兒的孕婦 也是一個社團 是不是 好 我運動的習慣 我每天都很跑步 每天都跑多少呢 跑三十分鐘 十個圈 其實也不用說 其實真的不容易 我一開始跑的時候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要上鏡 上鏡我也是挺貪美的 不是說挺貪美的 就是不想大家的觀感差 我這麼著意 我一開始跑兩個圈 五分鐘至十分鐘 當作是做功課 最後不知道為什麼 節目做得多 不如做多一點 跟兄弟去討論一下 他們都跑到三十分鐘 我覺得那九分鐘 十分鐘好像很弱 在這樣的情況之後 我才低起心肝 去做三十分鐘的運動 我自己感受到是相當難的 每天這樣做 原來是相當困難的 但是呢 你慢慢衝破一下 以三十分鐘就沒什麼問題 跑十個圈 這樣 所以呢 那些辭子耳行 就慢慢練得到回來 我在這裡想說 最初真的相當困難 那大家可以 怎樣做 每天 大家有沒有經常做運動 舉一舉手 經常就說 好 是不是十年前第一次 十年之後第二次 那這些都叫做經常 每十年跑一次 叫做運動 為什麼你們做運動 那些是很新興的運動 我玩電競是做運動的 我只是那些是出汗的運動 之如此類 只不然運動可以降低你的膽固醇 我本身有膽固醇 就是剛剛摘戒的那些 我都還沒有很低起心肝 因為那些膽固醇跟我好像距離很遠 雖然我認知上會對我們身體健康有什麼障礙 或者日後會有什麼障礙 所以我感受到那個過程是相當困難的 原來去行狗做運動 我那時候因為要去讀體育 因為要將來出來工作 我才有這樣的心 做體育老師也挺吃香的 要畢業才去做 之後反而那個難度才下來了 在我們日常生活 在這麼艱鉅的生活之下 又要去供樓 又要兩公樓一起供樓的情況之下 怎樣得起心肝做運動 我感受到那個困難是相當大的 另外現在去做運動 另外每個星期都會跟中學同學行山 最近一次就是在四月走過馬來西亞的神山 就是沙巴的神山 它是四千多公尺 我意思就是說 你透過做運動 還有一些中學同學行山 又可以去聚合一起 然後我們現在就可以發展到 大家都這麼熟悉 好像透過行山 大家都經歷了某一個階段 透過去行山 神山又經歷了某一個階段 大家好像比起更深的關係 我們現在就搞什麼 搞去投資了 七個人 七個老人 打算一人買一層的海外樓 現在到最後七個人才去買一層的海外樓 還沒買 十萬 一萬 兩萬 我覺得也是值得的 至少我們的友情 友誼永固 可以顧到這個地步 所以從運動發展到這一刻 我之前完全沒有感受到的 所以我覺得 最近幾年就是 我對運動的看法 另外 因為關乎現在的 我趁記得還跟大家說 最初我們的行山 現在還沒有那麼著弱 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 不知道是不是喜歡玩 我每個星期都會搖動他們走 這樣就可以保持得到 一個月兩次 現在真的保持著 一個星期一次 即是不走不安樂 即使下雨 我們都要找另外一件事去玩 玩什麼 室內的一些 刺球 原來刺球都可以的 懂得刺球 就出來刺 上次刺球完之後 接著又玩什麼 六連結 去圍景灣伴的 最拿命圍景灣伴的 有保齡球的連結 還有六條這麼多 真是 抵擾將軍島的樓價現在發達了 對吧 我們從運動到港島去看 都可以的 對不對 都是這樣 這樣 所以我覺得 真是很珍惜 我們這班中學同學 靠著那個運動 來繼續去友誼永固 這樣 剛才剛剛說到 運動是我們的目的 隨時你發展到 某一個程度 運動變成你一個功能 你一個工具 所以有時候有些東西是 工具也好 目的也好 不需要分得那麼清楚 剛才說了我這陣子運動的習慣 這就是我 這個就去到一個很哲學上的層面 好像Ben小姐 你這傢伙經常上出的 推廣廣東話 你有多麼厲害 或者多麼有心 沒有什麼的 有時候那個目的就是推廣廣東話 有時候就是 借助推廣廣東話 來達至其他的目的 所以廣東話對於我來說 既是目的 亦是工具 這是沒有什麼 OK 不需要分得那麼仔細 剛才就說了我這陣子運動的習慣 因為運動 我覺得不同時間 有不同的需要 小孩子 年輕的時候 多朋友 你慢慢人的成長 你朋友沒有那麼多 或者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時間 你要自己預備 一些是個人 都可以做到的運動 譬如跑步 跑步這些 你完全沒有借口 我叫你玩馬術 你就說要整整馬 千百萬個借口 住在維園的附近 這樣都不去跑 又不需要怎樣去訂購 這樣都不跑 那你的借口 你還想避得多 是吧 保齡球 你要特意去保齡球場 現在保齡球場 越來越少了 我也試過玩過保齡球 保齡球這些比較自閉的運動 我覺得最厲害 我覺得很驚訝的運動 就是什麼 什麼 射擊 奧林匹克那些射擊 南華會那裡 挺有型的 這樣 這個運動自閉得來 你根本欣賞不到 那個過程是怎樣的 你旁邊的人 你都看不到 你一看就看到那個結果 那個結果 是吧 比保齡球或射箭 是吧 教練根本不知道怎樣去點 那顆子彈看不到 是吧 足球VR 他慢鏡沒有理由 把那顆子彈慢鏡 慢鏡都這樣 所以我覺得 這個 要在另外一個場合再說一下 這個射擊 這個運動是挺有趣的 這麼微小的一個 你隨時看見自己很多性格 你看見自己會很大 那個不是這麼容易 說得到給大家聽 你自己是不是懶惰 或者不夠恒心 或者是怎樣 雖然你懶惰 很多東西都可以透露出來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但在射擊也會看到自己很多 因為那個過程 你只是自己和自己來去 communicate 你自己和自己來去溝通 教練也是跟你很遠的 是吧 因為他看不到你 你什麼都是向自己交代 那麼 那你就說 我四十多歲才來去玩 玩射擊 也挺好的成績 你不要超我吧 美女 在南麻會那裡 有些公開賽 那他扭我玩 你射了射 不如一百元 玩個公開賽 那我就玩 不知道他頭幾場 他二十多個選手 我都可以排到第六名 意思就是說 這件事頗容易上手 你只要有隻手 就很容易上手 當然 異學難精 各樣都是什麼 那個成功感 沒有你玩其他會這麼快 要有時間 還有有錢 每次去都是一百元 那你要付出的 OK 那我玩這個也是很被動的 之前我是想玩 我是在玩這個 SASFONE SASFONE 四五年前那時候 讀PhD 讀得很頹 想不到東西 我玩樂器 是不是 玩什麼樂器 是不是 當然不會和你玩鋼琴 是不是 人人的青少年 每個人都演奏 是不是 我就和你玩 玩那個SASFONE 我覺得這個 是體育課 不是一個音樂課 你吹得響 已經是很難的 大家有沒有去吹過 或者吹過 東西的活動 我好像是吹音樂樂器 那些東西 不是叫你吹 吹波波 那些 是不是 你吹得響意 是一個很大的運動量 就是吹響一個SASFONE 是不是 還吹到那些 音樂 有一點Jazz的味道 然後我放下了幾年 幾年我再拿回 想要再贏過 不行了 那個電影 那個力量是很大的 而且是沒有成功感的 那個成功感不是那麼容易拿 然後不知怎樣就 玩槍 玩槍的成功感大 但玩槍成功感大 會令到我那種囂張的性格 飆出來了 成功感大 你容易得到高分 是不是 那你就放下不玩了 現在我放下不玩 為什麼呢? 因為我進了娛樂圈 所以你會知道 有些運動你未必會玩久 但是透過運動 會反映到你自己 會有某些性格出來 我覺得這也是 透過運動 你可以自己和自己交流 自己和自己交流 認清楚自己某些性格 是這樣的 OK? 運動的樂趣 運動的樂趣 開心、健康、諸如此類 這個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在生理上 它產生這個安多酚 大家知道嗎? 不是代安酚 也不是安基酸 是安多酚 原來是會令你開心的 那個開心不是純粹 心理上的因素 好了 問題是這個 你開心之餘 我吃夠A5的和牛 我也開心 對不對? 但是一點都不辛苦 這種安多酚 這種開心 一定要透過汗水 才能換來這個開心 這個真的 沒有得欺負 沒有得預知 或者沒有得背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要透過很辛苦的努力 跑一下 吐汗 冒著屈腳 扭傷 咬柴的危險 你才有多一點的安多酚 我也不知道是有多少的 OK? 所以我覺得這裡 所以很多人說 透過運動去訓練你的意志 我覺得這個是挺好的 很容易感受到什麼叫做培養 或者去… 即是怎樣的 去整理你 你體現到你的意志出來 OK? 你不斷走 我試過一月的開場之前 開場之前 我也繼續有跑步 那天 九度 我最記得在早上的九度 還要下雨 我就貪這些 一直跑的時候 我整個男主角在那裡 在那個球場那裡挺有型的 是嗎? 不斷冒著那個… 那個韓風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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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九度 那樣的洞 然後繼續跑完那十個圈 跑完那十個圈 其他人不知道 我自己知道就夠了 我們這些出生的… 是怎樣的 低調習慣的 是嗎? 不需要告訴別人 今天大家慶幸的 我… 我是被迫告訴你 是嗎? 那你自己又很有滿足感 那你才感覺到 怎樣來堅持 上個星期 但是… 又是… 堂堂大雨 我一直一直跑 就是… 這個是挺過癮的 挺容易製造到一個… 堅持的一個過程 你自己容易去感受得到的 可以不可以 所以我覺得 那個… 運動的樂趣 就是這件事了 那麼… 另外呢 就是… 運動其實是… 作戰自己的 你是在虐待自己 跑啊跑啊跑 然後打啊打 很累啊 很痛啊 你透過這些痛楚來… 得到某些快感 這裡是幾個… 一個… 就是要忍受那種痛苦 OK? 我們香港人其實都… 一家香港人 就真的很沉重 不如說… 我們這些人 是不是? 忍習慣了 是不是? 又要忍父母、老婆、子女 或者老闆的戲 是不是? 或者客戶的戲 我覺得… 反正是忍了 不如… 就真的… 將這種忍去化成運動 來去鍛鍊自己那個… 忍耐的功力更加高了 在老闆那裡… 五點幾、六點幾… 五點幾、六點幾下班 是不是算早的? 是不是? 六、七點下班 你是很累 但是不要回家住 照衝去球場那裡 試試跑一跑 哪怕跑他五分鐘 一路跑一跑一跑 跑完那個… 那個問題都依然存在 那你起碼都開心了 是不是? 正所謂運動就可以抗抑鬱 我覺得 是的,運動完了 你的抑鬱症還在 我沒有跟你說魔術 運動完抑鬱是消失的 但是你也是一個身材健美的抑鬱者 那不是很好嗎? 就是你不運動 你就是一個很頹的抑鬱仔 沒有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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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身材的抑鬱者 是不是? 要不是我偷偷做運動 對,我有抑鬱症 但是我身材怎麼樣 我有六個腹肌的抑鬱者 是不是? 那有什麼不好呢? 是不是? 所以運動不是幫你解決問題 千萬不要透過運動去逃避問題 運動起碼會令到你的身心 比較漂亮 用一個漂亮的狀態去迎接 什麼? 迎接你的問題 是不是? 我覺得這樣也挺好的 就是自我安慰 Ben Sir 對呀,我們很多人 很需要這些防衛方式 那不是很好嗎? 這種自我安慰 又不需要靠別人 是不是? 又不需要怎樣花錢 最好不需要怎樣花錢 我覺得這個是挺好的 希望大家有做運動的習慣 你每天搞不好 都要去隔天 來提醒自己 好,體育堂目的是什麼呢? 這裡我都可以說多少 體育堂 我最初進入體育學系 因為近時考A級 第一次進入大學 然後自己喜歡玩 排球、籃球 順利成章進入體育學系 去教育學院 為什麼我們本書叫做體育堂呢? 因為體育和運動最大的不同就是 運動你真的要訓練到 一個人考第一 變成運動員的精英 精英運動員 是香港代表隊的 但是體育堂的目的就是 透過運動去達至一些教育的目的 運動是一個手段 不是那個目的 這個大家要搞清楚 運動和體育怎樣去分呢? 是不是? 透過運動 我們學會怎樣去跟別人合作 建立人際關係 或者去發揮體育精神 什麼叫體育精神 自在參與的就是體育精神 不計較名利 那些就是體育精神 你會說是Bullshit 是不是? 起碼你不是說 每樣都要計較名利 計較第一 是不是? 這些不計較 輸了 輸了 自己參與 都開心 我每天跑步 全部的人都比我快 矮過的那些又比我 老過的那些又比我 那些又比我 那就讓他們比我快 我們這些跑到最後才是贏家 對不對? OK 所以呢 透過運動來達到體育的目的 所以呢 大家可以分一下 體育老師 運動員 或者運動員 教練 體育老師和教練 是有點不同的 教練是要訓練 香港代表隊 國家代表隊的 他未必是有 體育老師的資格 體育老師就是 對著一大群很普通的群眾 令得每個人都有一個普及運動 借著運動 來強身健體 我們的目的就是 希望各位同學 將來長大的時候 都可以玩一些運動 至少強身健體到 你去追巴士的時候 你不會跌倒 你夠快追到巴士 然後巴士就走了 對不對? 剛剛好 這些可以應付到 日常的需要體能 這些運動 這個就是 體育堂的最大的目的了 另外 還有體育堂 你知道嗎 近時我們那代體育堂 做體育老師是挺吃香 現在也是吃香的 因為你一定要有體育牌 或者因為保險的問題 所以 在什麼時候 讀這些術科 體育、音樂、美術 一定是有學校請的 其他中英數 什麼通識 那些 你不是學科 學校都可以讓你教的 這就是沒有專業的那樣 這個是為搵食 讀體育也挺好的 對不對? 那麼 我看到一些年輕人在 有沒有一些二十歲以下的年輕人 舉手給我看? 二十歲以下 是 好 放下手 希望大家的神科進不了之後 都可以考一下體育 OK 另外呢 體育堂 體育堂做老師 一定要管教好學生 你借著體育堂來管教學生 真的是萬事萬事萬事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帥子 那些臭小子 喜歡上體育堂 是不是? 你罰他不能上體育堂 不能玩 是不是? 那麼他就會聽你的話 那麼這裡 再你怎麼走過籃 踢一踢 或者你單手 單臂大回環 那些年輕人就會對你心服口服 成為了他的偶像 就是體育老師 是很容易成為同學的偶像 你很難去教通式成為學生的偶像 你可能透過化學成為學生的偶像 除非你要自己親身跳到火海那裡 燒不死 因為有些化學的物質 你是這樣 就 就很悲壯的了 那個場合 你透過運動 音樂 多容易成為學生的偶像 所以我覺得是 很抵讀的 讀體育堂的時候 你或者會有印象 就是讀不到書 但是在那一刻 我因為成績差 讀不到 不是在那一刻 可以進入大學 那就先讀 我那時跟自己說 如果你是聰明的 就讀什麼都會聰明的 對不對 你有過這樣的自慰安慰的以下 讀完體育課 然後我沒有把我的語文 語言那些放棄 之後就一直 就是我做體育老師 你知道體育老師 大家都經常抱著玩的 這樣的角度 我做體育老師 我也是抱著玩的 這樣的角度 對不對 我又不用訓練你 做香港精英運動員 對不對 大家玩一下 玩一下 放一下羊 那就可以了 那你就跑 那我就坐在那裡 看到你們不會摸摸 那就可以了 上體育課摸摸 是應該的 沒事 摸摸就連交報 是不是 斷了一隻腳 哦 那就打狗狗狗 是不是 我們這些有什麼 有 First A 的證書 是不是 那坐在那裡 看你們 看你們 自由奔放 發揮自己的學習精神 那時候我就想 我不是 我每天坐在那裡 今天校長看不到我 總是每天他看到我 是不是 他看到我 我有自知之明 但起來也還好 分分鐘他看到我的時候 我依然是坐在那裡 我看他 那時候 如果是這樣 我已經滑了牙 是不是 我肚腩還越來越大 那我怎麼辦呢 沒有理由這樣的款 例如坐到六十歲 退休 雖然也很慘 對不對 那才得起心 繼續去奮鬥 去讀自己的書 去到今時今日 咦 有個機會 讓他講述體育 我之前 上個月 跟教育學院的同學 不知三十年的罪咎 我第一次告訴他 我很開心 今天出了一本 就是今年出了一本 體育堂的書 以及有一個體育堂的講座 把三十年前 讀體育的那些東西 都可以和現在 來分享一下 就是說 三十年前 你做過的那些東西 也有在這裡 不會說 吃底不會浪費 我除了有那一本 的證書之外 還有這個 生活保障 即是情歷 雖然是過了期 你不幸地在海裡 你看我這樣看著你 千萬不要想著 我會跳下來 我一定不會跳下來 是不是 有這樣的證書 還有什麼跳舞 諸如此類 我不是說曬 我只是說事實 給大家聽 原來讀體育的時候 有這樣的證書 那些老師困我們 你不讀多證書 別人沒有人請你 就一直讀 讀 到今時今日 原來都可以 作為一個資料 給大家分享一下 感受到讀完體育堂 那個質感在哪裡 OK 這個也是 一個更加大的 人生的一個 規劃 如果我只是一個很普通的體育老師 誰會請我去寫書 誰會請我這樣說 是不是 我當然是做了其他另外一些事情 那些事情比較出色 或者沒什麼人做 那才有個機會 給我翻兜 回顧 去看 去推銷這些體育書 體育堂的東西 以及對體育的一些看法 就是透過A 然後去做B OK 這個也挺 這個屬於整個人生的 不要說整個人生 起碼都是二、三十年的規劃 你每一段時期做完那件事 那件事沒有什麼成績 不要氣餒 把它放在一邊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那裡 你家裡的電腦 還有很多 十世都不找的記憶 你就是放在那裡 是不是 你手機的照片 不斷拍照 是不是 很多垃圾在裡面 或者很多有用的東西 垃圾和有用的東西 你都不會再看的 是不是 你就是放在那裡 OK 總有一天 某一刻 那些東西可以拔下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挺奇妙的 好了 另外一件事 運動體育堂的目的就是 希望同學去涉及不同範疇的運動 我們傳統的體育堂有五大範疇 像田徑、體操、游泳、球類和舞蹈 那五大範疇 我們都要認識一點 不需要認識得厲害 去認識一點 認識一點 你就能體現到參與的精神 我們以前的體育主任跟我們說 即使你不厲害 你都要去玩一下 什麼三級跳 你不知道什麼三級法 都要去玩一下 是不是 結束之後跟自己說 是不是 I have been there 他只用英文說 I have been there 我起碼也玩過 這樣OK 是不是 人生不是說 後悔做過什麼 是後悔沒有做過什麼 是不是 跟自己說一句 I have been there 我在那裡跌過 碰過 跳高 我還是跳過屁股以下 那麼高 身體會躺在那裡 身體會躺在那裡 那這是什麼不好 是不是 你自己的身體 用不同的部分 去跟運動有一個交流 我覺得OK 這個 I have been there 由這句說話 引伸到其他範疇 我覺得你都可以用得著 是不是 又說投資 不要說投資 讀書 讀不同的範疏 或者你在書展看不同的書 每一本都去看看 揭開 當然最好就是買 揭開 揭開 很滿足 但是你一本都沒有買過 那你就贏了 是不是 好了 接著 今天的重點 送這個東西 怎麼送這個東西 講一下運動的結構 有時候 有時候我也不知道 那些叫做舞步 或者是一些特別的步法 那次去做表演 我看到那些年輕人 都做得很有趣 是怎麼樣 他本來是這樣分開的 接著我先想想 這樣黏著 這樣分開 這樣黏著 但是我整個身體是動的 你敢不感受到那種奇妙 你感受不到 這些就是 有時候體育的東西 是很細微的 我不是說 是這樣的 這樣是同一個方向 沒有什麼特別 是不是 我是這樣 本來是合起來 跟著分開 分開 但是我個人是在旅行 合起來 跟分開 好 我做過一百次 你就這樣去自學 是一種學習的模式 我不是在用第三隻腳 而是在用我們日常的那兩隻腳 是不是 我又沒有怎麼打關 只是很簡單 跟地上去磨磨磨磨磨磨磨 我可以是懂得這樣 開合開合 當然當然不是這樣 我們有理想 我們關心地球 環保 還有愛護小動物 對不對 我們的成就不至於此 但是你覺得 透過這些 這些小小的 身體上的動作 我覺得是挺過癮的一回事 好像幾隻手指 你懂不懂這種東西 你懂不懂這種東西 你懂不懂這樣 或者反過來 你自己試一下 這個也未必可以 你們看看 你們 現在香港人不出數 可以嗎 可以嗎 你快點 或者反過來 你老友 你十幾歲的兒子 妹妹 這樣可以嗎 不行嗎 不行嗎 快點 快點 不然就塗上去 是很簡單的部分 大家都不太能力 那要錢一點 不能再錢 只有四隻手 我沒有叫他用十隻手指 就是這樣 然後反過來 死了 不行的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 可以 可以是正常的 這樣可以 還有呢 那 這還可以嗎 原來不是很容易的 我看見很多人 這樣 我實在可以 不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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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怎樣 這個怎樣 這個這樣 不是這樣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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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不是這麼簡單的 這種動作 這種動作 這是體育的運動嗎 還是跳舞呢 不要理會 總之一些有運動的運動 應該都屬於那個 那個 那個體育的範疇 尤其是 這件事情 我做了一千次 你就這樣看 這個是一個自學憑著 你觀察 你去思考 這個要思考 如果我告訴你 竅門 這裡是怎樣 本來從開 開始 你第一 左腳 你想要扮過來 你左腳 就是腳端扮過來 右腳端 腳尖 就踩過去 從開 變成盒 不知道我的意思 OK 接著 你再開 左腳 就要用腳尖 右腳 就用腳端 來開 OK 這樣 還是我自己懶惰 以為是很難 是很容易的 有沒有人想上來試一試 耳機 阿妹 來 你行嗎 好 給他一點掌聲鼓勵 來 來 好 來 行不行 是不是 行啊 可以給他一點掌聲鼓勵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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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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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時候玩運動我們要考慮就是這個原因 剛才這麼簡單一回事 另一件事就是 我不知道現在追女生追男生是否一個招數 我覺得應該是 沒有人做到你做到的 這就是情趣 另一種情趣就是 左手摸大腿 右手摸大腿 可以嗎? 你自己做一下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的 手掌就要坐 拳頭就要打 快點這樣 也挺好玩的 就是你一直這樣 經常提醒自己 自己還沒有老人痴呆 但是你被其他人看到 你看到你們是瘋了 特意去做一些左右不協調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 應該是關乎我們的腦 應該是Motorskills的東西 就是我們那個腦 應該有一些是關於我們Logic邏輯的東西 另一些是Motorskills的東西 這就是另外一個能量 我們可以去發展 我們可以去發展 譬如說回語言 語言的口齒不是很伶俐 但是語言的分析是很好的 OK? 當然兩樣好都可以 所以Motorskills是另一種東西 醫生除了他讀書 Logical的東西要很發達之外 他的Motorskills都要很發達 劏事 然後拿東西 然後切起來 聯繫起來 這些要手起刀落 不是劏了他 嗯,先想想 我可以提供了五個選擇給你的 嗯 不可以這樣想的 一定要手起刀落 Motorskills是重要的 所以這些神科就這麼貴 就是這樣 牙醫也是 牙醫 咦,你要鑄牙 要剝牙 但是我不夠力 我們這些港女沒什麼力 但是我可以分析你 那都是做不到牙醫 分析完之後 要夠力去拔她出來 不理會你出身是什麼 要夠力 一拔出來 哎呀,斷了 不可以想想 不打電話叫Alan 過來幫我手 不行 所以這個就是 Logical的部分 要夠力量之外 Motorskills的部分 也要夠力量 好了 剛才很簡單 就是一個運動的結構 我們爬神山 就是去到高原三千多尺的地方 每走一步 都氣來氣喘的 我們跑慣 不是我們 就是我聽過那些人跑長跑 他的呼吸的方式都不同的 本來我們平常就是一呼一吸 懂不懂 這樣叫吸 呼 OK 他們跑長跑 有時候是要吸吸和呼呼的 這樣我運用在行山 但是在高原地方行山 好像又有些用 你不用說好像很快 每一下你就分兩部分來做 OK 所以這裡就是另外一些 屬於一些分析性的東西 生理上的一些分析 可以從長跑 用得到去行山 當然了 行神山就是很孤寂 很慘情 是不是 現在夏天 輕行什麼山 富士山 整個Facebook都是說富士山 是不是 他有開山 是不是 在暑假開山 不是七月至九月 還是八月至十月 很貴 很貴 我不知為什麼是這麼貴 你知道日本人很多東西很細膩 我不知道六、七月走 天氣惡劣到是不行的 剛剛開山的兩個月 那麼全世界的人就專注 去富士山那裡行山 那裡也不少 去到頂都沒有神山那麼高 都三千六 超過三千 你已經氣來氣喘了 到頭有點痛了 我們之前都連續吃了幾天 那些高山靜院 去到神山那個中途站 三千六的時候 都有一些頭尺明明的感 都可以是相當危險的 這是一回事 這些就是運動的基礎 一些結構上需要我們思考的東西 是不是 那麼再去高級 比如去去 剛剛做完那個什麼 世界盃 他們那些 那些策略 那些 那個Belgium 那些什麼後腳傳給他 他又漏給他 然後左邊這樣散 這些就是 去到一個 經過策略 經過策略 經過這些技術之後 呈現一種美態出來 我還記得 法國有球 左邊傳過來 右邊 然後渡你來抽進去 渡你就是 渡你就是 求不著地 在一個半空來抽擊下去 所以這裡 可以 除了強身健體之外 讓我們欣賞到運動的 另一個美態出來 那個美態 快 強 勁 有時候 比如看速度 平衡 這些美態 這種事情 其他 日常生活 或者其他藝術 的範疇 展現不了 出來 這個 都幾 多面向 那個運動 OK 好了 運動 這一部分都重要了 運動對香港人的意義 來到最後一部分 我覺得 醫學昌明 人命越來越長 另一方面 生活習慣越來越不健康 又打手機 睡好 打手機 看手機 吃東西 大肚腩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大肚腩 我在教中大的時候 巡的時候 那些十幾二十歲 那些肚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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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少看 我很難看到肚腩 我看到那些頭 男生的頭 就開始禁止了 真可憐 哇 真的 挺可憐 那些男生要注意一下 對吧 我們五十歲才會慢慢發線 才會發線向後移 那些二十幾歲 真的 還有 那次在秉記 天后 都出名秉記 查查聽 街邊檔坐在那裡 旁邊那些三十幾歲 穿得很 很輕鬆 那些男生 那些中產 一說之後 他們說什麼話題 不是說車 不是說樓 說什麼 說風濕 三十幾歲的人說風濕 說痛風 是不是 有沒有搞錯 三十幾歲應該是說 說其他買車買成的 很帥 去酒吧 之類的 說風濕 說痛風 我不是歧視他 是不是 只不過是說他們的意思 你看 那些人的健康 就是去討論這些疾病 都知道 慢慢越來越低 什麼老花 四十幾歲 三十幾歲 有老花 大家也聽過 對不對 就是這樣 生活習慣 飲食習慣 令人的健康 越來越不健康 但另一方面 是很長命的 兩個加起來就是什麼 將來就會有很多 不是很健康的 長命的老人家 在這裡 我們做什麼 那就廢老 是不是 政府 社會 要去養 要去照顧一堆人 一堆人長命 還不可以死 但他不健康 不健康 要用社會資源 這方面 我覺得挺重要 OK 所以讀醫科是對的 讀美容醫學更加對的 是不是 OK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有強健的體魄 是不是 你還有 那些年金 六十五歲才拿 但是與此同時 香港的社會 去推幼年齡 去到什麼 退後退到六十五歲 陰公 六十五歲做完 你根本 你夠強積金不用拿 自動放在年金 政府繼續給你 那塊錢 根本就繼續放在政府那裡 OK 整個福利等 這些東西 全部是推後的 美其名就是六十五歲 退後 我們可以做得 健康 人長壽 但是沒有那麼多健康 對不對 我們這一群人 真的 以前的政府 好像是五十五歲 就可以退休了 OK 五十五歲 接著你兇五十五歲 接著不能兇 必定要六十歲 現在這樣 六十五歲 這樣就退後 我真的不跟你 不跟你說 就是不跟你這樣 讓你去困 我出來泡泡到五十五歲 接著環遊世界 就是這樣 到最後那時候 有得再做 那時候才算 OK 所以整個氣氛 越退越後 所以 不要理會這麼多 六十五歲才有年金 所以 拿到幾盡才可以 起碼拿到八十五歲 才可以 所以你不繼續做運動 去保持身體健康 不是 你一批了六十五歲 一批了年金 一批到六十五歲 然後你又七折 是不是 你又收到七折 這樣 自己也好 或者自己的後人 子女也好 你與其怪他 不如自己與其去 你多存三十萬 是不是 為了那個折扣 你多存三十萬 然後 保持身體健康 是不是 保持身體健康 只做運動不行 是不是 那你有良好的飲食習慣 是不是 你要防止肌肉流失 防止肌肉流失 你就要去喝我支牌 去幫他做代言的奶粉 是不是 你整套東西 真的 我不是跟你說笑 是整個 是環環相扣的 現在在說什麼 外面那些 寫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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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麼 可以很客氣地去生活 man sir 可以很客氣地去說 喂 我客氣得輕輕鬆鬆 但背後是 憑著那一股 很不客氣的 那個 精神在背後 好 今天就這樣 多謝各位 好 有沒有Q&A 有什麼要問 或者去分享一下 或者去駁斥一下 我先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剛才志賓員有很多 挖眾取寵的事情 是不是 這位哥哥 拿過什麼獎 運動的獎 都代表過 近時中學 玩學界的那些 最擅長的就是 排球的亞軍 也有一點的 接著就 參加過那些 大專院校的選拔 那些就選不出來了 也有過拿獎的一些 興奮和滿足感 有沒有跟那些大力 不大力 大姐睡覺 我沒有認識過 不太相信這些事情 正正常常就OK 我們又不是說 要去六九腹肌 或者要怎樣 有空肌 空肌其實很容易 你做一下掌上壓 每天做沙下壓 不知道是不是體能的問題 我最初 跑完步 然後隨即做沙下掌上壓 做掌上壓 你的空肌不是太難 弄出來的 腹肌就難了 腹肌就真的要鍛鍊一下 我覺得比較簡單 你做平板 每天做三分鐘 我每次撐到三分鐘 但是也是很難撐的 有時候看到 某一邊痛 那就停了 我們又不是靠六九腹肌 對不對 你什麼都去試一下 也不難的 你感覺到那條狠在這裡 但是不是說很漂亮 那條狠側肌 還有一個肥膏 但是也挺容易出的 那條狠 OK 所以也不是說很困難的一回事 我覺得越年輕做就越好 還有我經常看到 耍太極 我也有玩過耍太極 都是要趁中年開始做 你不是老人家 哎呀 我平衡不好 那耍太極 你平衡不好 做什麼都沒有用 是你平衡不好之前 還是趁著平衡好 那時候才做 那時候才要償 各位親愛的朋友 不是說你不壞 那時候才做 那時候也沒什麼用 可以嗎 OK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或者分享 有沒有 是 那這個我們有自知之明的 我今天去慶祝上體育堂 是不是 是很過癮的 你去慶祝了幾年了 是不是 我加入小學 我沒有說八年 我也是這樣 OK 就是間不中這樣 那你要有一個反省 有一個自覺 是不是 那到四十幾歲 一個大肚子 再六十歲 都可以 但是我不想這樣下去 就是中文和英文 就是中文和英文 當時因為我 我其實不是很喜歡讀書 理科那些又很複雜 文科那些又要死記 這樣 所以語文 語文也很不需要 很強的智力 就是你可以磨得出來 你自己磨得出來的 你磨得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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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文學的 是不是 作者背後 有什麼想法 沒理會講的 這些 你 有精神 有時間 就是做得出來的 所以 所以 如果你讀語文 譬如要做演藝、拍廣告 他其實需要你那種表演、創意是挺高的 創意以下的事情都很重要 本來本來下個星期拍廣告 那個中間人告訴我 那個客戶的大老闆不喜歡這條橋 這條橋出了甚麼事也不方便說 我便說 那條橋是這樣的 給你一個星期的時間 就是這樣 中間的創意,我們這些是有創意的人 所以當大家要鑽研文芳的時候 你不需要像理科那麼嚴重 要脫掉頭髮才能處理神科的學科 但是你一定要確保自己有創意 否則你沒有理解的智力 又沒有創意就死定了 有沒有大灣區,你也是被淘汰的 不關大灣區的時間 可以嗎? 好,謝謝二位家長 多謝美媽 有沒有其他問題? 是,美媽 不要說前面有美女 阿金Sir,請問讀中文如何讀得好 或者是關於進步 讀中文如何讀得好 首先你要先知道遊戲規則 例如公開示的遊戲規則 或者是未必跟中文有很大的關係 你要理解作者背後的心意 我覺得這個比較大的問題 我們的教育制度可以有一百五個問題 總會有一兩樣好的 你就會抓住那一兩樣 這些問題 到日後飛黃騰達才去解決這些問題 回到中文的問題 中文有很多問題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中文做得好 譬如要多看一些書 人人都懂得多看一些書 譬如作文那裡 真的要多看一些人的作文 以及要自己親身去寫一下 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你要有自己的東西 有自己的靈魂 中大有個個案挺開心的 那個小孩已經讀了一年 他說Ben Sir 我有些文章 想你幫我修改一下 他這麼主動叫我幫他修改 我心裡很值得鼓勵 你主動說他還是科學生 我心裡想 你主動給我一些建議的東西 應該有些了道 他看到很多例子 他就想說奮鬥 古今中外 什麼國家 古今中外的歷史 所有的例子都放進去 孫中山 甘地 或者劉祥之類的 我們認識的人物都放進去 然後就看著看著 你還在寫著八科傳書 你自己的東西 我看不到 我想看你自己的例子 我想看你自己的感受 你完全就是 把所有的例子放進去 好像當作一個考試 考試我沒事的 你有例子 我便會剃剃剃剃剃 他便把這個考試的寫作模式 幻化在平時的寫文 你這些主動的情況下 你都尚且給我這樣的作品 如果在其他公司 或者其他方面 在有些壓力的情況下 你肯定處理不成功了 所以我覺得你要有例子之外 那些例子反映到你的功力之外 也要有自己的東西 去滲下去 去感動到看著那個人 這樣 這樣 你試一下今天沒有時間之下 你就是要有自己的東西 來 contribute 回到你的文章 還有中文很大的範疇 可以詩詞歌符 語言學 語音 語法 總之 再高層次一點 就是 讀死的東西 那樣東西夠專 在那裡出位 那便可以了 讀其他範疇 我覺得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樣東西要轉入一點 轉入之後 才去擴闊那個層面 那就是又深又專 你成為一個專家之餘 你也需要成為一個集家 尤其是這個世代 有一世紀網絡發達的時代 什麼都是透過手機 什麼都是你要展示你的樣子出來 是不是 做直播要 八條扁要 是不是 你甚至做營養師都要 那次那個奶粉 請了營養師 是美女來的 你試試一個肥妹 一個肥妹 一個美女 兩個都營養師 你會請誰呢 是不是 我試過 我看過那個營養師 醫生叫我看營養師 好吧 基本上看看營養師 浪費氣 是不是 那些都是肥妹 你完全沒有說服力 是不是 所以現在這個現今的世代 因為那個手機 科技發達 令你整個人都會去營養師 現在沒有了私人 是不是 一個Google 搜尋你所有的大數據 是不是 所以 再去想下去 不單止讀中文 即中文好 即讀其他範數之餘 即使你的語言 表達能力 都要去好 這樣才能夠應付到現在的世界 我覺得 好 還有沒有其他 阿琳媽 我想請問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你們是突然之間 這麼幽默 近年 因為我之前見過 一些節目 受訪的時候 很正經的一位 教老師 是 因為那時候 那個才不是真的我 我從頭都是這麼幽默 是這麼搞笑的 如果不是 這裡有幽默 背後的課室 又不幽默 又正經 我根本無法練習 是不是 我根本就是 即是 我是喜歡引人笑 這一下子 所以 就 是的 這樣做一下 原來 咦 我可能會是 打擊到一些人 即是引人笑 這個其實是我的幾核心 是不是 解釋粗口 什麼風月片 那些東西 都是一些方法 體育堂也是一些方法 即使是推廣廣東話 這麼核心的東西 都是一些方法 所以 你看到 好像做什麼都可以 銷售 好像都可以 銷售 那些都是一些方式的東西 我其實就是想 引人笑 這一下子 這樣 到了一個位置 很開心 昨天 就是 經過一些轉介 我就跟梁勝波波 波叔的孫聯系 他因為要紀念 梁勝波 有沒有人還記得 梁勝波是哪一位 他就說 是嗎 一個人 就是一些粵劇名靈 幫他去做一些事情 與小智 那些什麼電影節 好像近期就是 香港幾代的一些孩聲 第一位就是波叔 然後許冠民 然後周星馳 叫我去說一下 波叔的幽默 那些廣東話的東西 還有其他跟波叔共識過的人 不是只有我一個 我覺得這個是挺好玩的一回事 發展到這樣 我覺得真的很棒 多謝你 還有沒有其他 哎呀 有些觀眾現在才來 但我們就完了 或者是等下一場 好 有沒有 沒有我們就可以繼續去拍照 好 今天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支持 謝謝